因为夏天闷热 头皮更容易出油搔痒 不仅整头 头发看起来油腻腻的 还伴随有油耗味 很多人很困扰说 我明明天天都洗头 怎么还是感觉 怎么都洗不干净呢 到底头发是要天天洗 还是每隔两三天 洗一次比较好呢 至于夏天冲冷水澡 那么我们的头皮 是否也可以一起冲凉呢 还有到底用几度的水洗头发 去污去油的力度最强呢 就请慈激医院医生 来为大家解答 夏天天气好热 头皮容易出油 头发会塌陷 到底怎么洗头 多久洗一次 才不会伤害头皮 有时候两天 两天多这样子 一个礼拜要三次 要洗三次 头皮状况因人而异 因此洗头的频率也不相同 让医生来告诉您 最合适的清洁时间 在夏天的时候 有在户外 室外阳光底下活动的人 当天还是一定要做清洁 那当然如果是 就是待在冷气房里面 也都没有任何活动 没有流汗 那干性中性头皮的人 他们洗头的频率 可以比较减少 两天到三天洗一次 是没有问题的 天气热时 有些人喜欢洗冷水澡 顺便洗头 但总感觉头皮洗不干净 到底什么样的水温 最适合清洁头皮 温水会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温度 因为其实热水会 就是跟皮肤一样 热水对头皮会太刺激 那冷水的话 它的去污能力 其实是比较差的 所以就是综合来说的话 温水就是一个 比较能够把油污带走 但是又不会那么刺激 头皮的水温 头皮容易搔痒 以为大力抓洗 就能有效去污 却反而造成效果 要严格禁止 就是进行大力的 烧抓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因为其实烧抓有时候 皮肤比较脆弱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出现伤口 那出现伤口的话 那你就会增加一些 头皮跟皮肤的一些 感染上的风险 如何正确清洁头皮 美法师也分享了小秘诀 洗头的部分的话 会建议就是 要洗两次啦 第一次在洗法的时候 是轻轻的先搓揉 让那个 我们头皮上面的一些油脂 过多的油脂跟灰尘 先去先去做洗 冲洗的部分 第二次再来 就是生成的比较 把它让我们的头皮洗干净这样子 夏天保护头皮 除了适当清洁至关重要 洗法后也要尽快 吹干头发 才能避免滋生细菌 进而加重头皮油腻或搔痒的问题 带新闻 吴亚琴林立一台北报导